我為什麼會發現到 我兒子成績還不錯 是因為我們初一十五要拜拜 就是拜林醫師的那個牌位 那我會插這個牌位的時候 那我們在上面有放一些林醫師 走後他的那個論文 就是後續接受論文 那其實我就有一次在整理的時候發現 怎麼一疊獎狀在那裡 結果一看都是我兒子的 然後我就說 弟弟你還不錯啊 得到這麼多獎狀 他說這是我跟爸爸的祕密 然後後來一直到 他高中畢業上大學了之後 他還拿了一疊 他每年都得到的獎學金給我看 然後他也沒花 就整個就放在那裡 拿獎學金沒有花掉 沒有 他還蠻節節的 不會跟大人信要 不會 因為我們就跟他講 念書是你的事情 這所有的榮耀成就感是你的 不是我的 他其實我覺得他不需要跟我講 他如果跟我說 他有時候會跟我說 媽我這次考得還不錯 我就說好來報一下 就這樣子 那像他的成績一直都蠻好 他其實在這個補習班裡面 他們如果說你在班上第一名 或者是說單科考到滿分的時候 可以拿這個獎狀去跟老師 或者曾經拿去跟老師申請錢 那有一次他就跟我 他就在跟我閒聊的時候 他就我就說 弟你這個 你我就看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可以去申請獎學金 他說媽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老師很努力把我們交會了 讓我們考好了 結果我們還去跟他要錢 你不是覺得這不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嗎 所以我講獎金他沒有去請 他沒有 他是幫你把補習費要回來 所以說你已經把他養成小孩子 讀書不是為家長而讀 他為什麼為我呢 那是他的人生 很多小朋友都是為大人而念 你懂什麼 就是這樣 郭老師我覺得譚老師 他們這個很值得學習 有些家裡的小孩 就是欣然接受爸媽的想法 例如說我大表姐的寶貝兒子 也念了醫學院 可是他我印象很深 因為我們看著他長大 他小時候就是一個 很有自己想法的小孩 我們小時候 他小時候我們在聚餐 他就在桌子底下這樣子 兩斗 他就在那邊鑽來鑽去 然後其他親戚就問我表姐說 沒有人覺得他應該診斷過凍症嗎 然後我大表姐就說 沒有那種事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誰說吃飯一定要在桌子上 我表姐就是那種人 可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例如說他那時候歷史 就沒辦法考好 可是我表姐就帶他自己 去讀歷史的書 就是從課外讀物去讀 然後他發現他對歷史 突然整個有概念 然後每年過年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就會聽到他跟我講說 阿姨我現在又怎麼樣怎麼樣 他有什麼想法 他就在那種開放式的環境之下 他很信任他爸媽媽給他的資訊 結果後來高中的時候 他說他決定要去念醫學院 我嚇了一跳 我把他叫過來 我說是被你媽跟你舊逼的嗎 因為我表姐也是在醫院工作 然後他的舅舅也是對他影響很大的 都是我就說過來 阿姨跟你說不一定要當醫生 他說沒有沒有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然後我就說你講你的選擇給我聽 然後你就看一個年輕的男孩子 跟我說他本來想要念什麼 例如說如果念文科念歷史 然後他覺得他以後要幹嘛 那如果他念醫學院的話 他家裡面有這麼多的大人 可以教他很多的資源 他覺得他路會走得很順 我說你講話好像一個迂腐的大人 你常常告訴我說 那邊的路鋪得很順 所以你要去走 可是我說你媽媽怎麼有辦法 這樣子跟你說 他說沒有 媽媽找了很多的人 把各式各樣的路給我看 然後我從裡面自己去決定 然後我媽媽也找了很多學長 就是朋友的小孩 所以我要講一件重點是說 大人要幫助小孩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需要的 我真的不覺得這位爸爸的見地 會比這個女孩差 可是問題在於我們當大人的時候 有沒有從小讓小孩子看得起 我用的字很重 比方我覺得 如果你從來講出來的話 都很片面 例如你新聞永遠只看一台 永遠你就只有那一個片面的觀點 你都不知道其他的人 有什麼相反的觀點 那現在小孩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資訊完全是透明 很快就可以知道 我爸媽講的事情 很愚蠢 很片面 你就失去了在小孩子面前的可信度 所以你今天跟小孩講 上什麼上什麼的時候 小孩就不會聽你的 所以你如果自己不懂沒關係 當然爸媽不是要做到萬能 可是我們要有一個姿態 告訴小孩說 我們可以怎麼去找資訊 那你遇到小孩這種狀況 你可以請他接受一個 找資訊去比較的過程 不要就一厢情願馬上跳入決定 譚老師一直要求自己情緒要穩定 為什麼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像剛才這個脆分 或者是譚老師講的 我覺得絕對不可以用生命來要挟小孩 因為我爸爸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然後林醫師也是一個非常脾氣溫和的人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家庭 很容易用情緒勒索的 譬如說 就是你不好好念書 你太對不起我了等等的 或者就常跟小孩說 你看我這麼含辛茹苦的養膩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講這話的時候 就會希望小孩回報給我們 可是時代變了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顧好 不要期待別人照顧我們 而且我覺得一個人一定要靠自己 照顧好自己 不是要去麻煩別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這是林醫師給我的觀念 氣頭上絕對不罵人 所以像我小時候我兒子的時候我生氣 我會說我現在很生氣 你們先進去房間 我們半個小時之後再來聊這件事 那我就自己一兩次之後發現一件事 其實你半個小時之後 你會覺得這件事其實沒那麼嚴重 但是林醫師就會說 如果你在氣頭上罵人 你的嘴巴就會跟千刀萬刃一樣 你其實你的千刀萬刃不要射在你的 最親愛的人身上 那時候我講最難聽的話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絕對不在氣頭上罵人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我就是一個 情緒本來就是一個很穩定的人 我不會是那種就是 大哭大到呼天搶 我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我就是一直還蠻穩定 可能受到我爸爸跟林醫師的影響 你小孩有時候你會比較學會嗎 我其實不會因為成績在沒小孩 因為小孩他成績在好 他也不會跟我講 像我一直都不曉得 我兒子的成績是很好的 他高中三年領得這些什麼 獎狀的獎學金 我其實沒有很清楚 那我是有時候就是 他拿到獎狀獎學金不會就跟 媽你看我今天 不會 不會啊 他不會 因為剛好聊他獎狀 我訪問過一個藝人 然後呢 不好意思我名字是他想不起來 結果他說 這個他小時候就 就是讀書就 好像讀書就是打瞌睡 不是讀書的料 可是他媽媽就一直逼他讀書 早上只要聽到咕咕咕 他就得起來讀書了 然後 可是他一直成績沒有很好 他有一天 他媽媽去別人家 帶著他去別人家做課 然後去上完廁所出來就揍他了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 廁所貼獎狀 對 他說別人家的小孩 獎狀貼到客廳沒地方貼 貼到廁 然後他媽媽一親看到說 天啊 你要哪兒獎狀哪那麼多 連廁所都有獎狀 你什麼時候給我拿一張回來 這麼狠 夠困難 這個讓我想起 沈居山審定說 說那個胡適之先生到他家去 他父親沈從漢 那麼直上廁所的時候 發現他在台大拿那個足球杯 的獎狀 還有打牌 橋牌的獎狀 的那個聖杯 是在廁所的角落 因為他爸爸認為是什麼 不學無術 打球跟這個打橋牌 都是不學無術 你要好好專攻你的物理 那麼所以他家的獎盃 都是在廁所裡 不過我這裡我也分享一個 我跟我同學的故事 你知道我讀嘉義高工 嘉義高工 技工科就職業學校 因為老實講 我們班全部都是鄉下小孩 會讀書的去打嘉義高中 要讀升大學 我們這種鄉下小孩 父母親都說 你阿嬤有一劑之長就可以了 可以某什麼 其實我們班48個人 其實我曾經一直都維持42名 那很不容易 一直維持在那個定點 是 老師謝謝 結果我們班有一個同學 他現在大家都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他要帶媳婦 在嘉義 他事業還滿成功的 他有一天跟我說 同學 等一下給我 給我那個 就是上台製個詞 做個證婚這樣 我說好 我一定去 他很訝異說 我為什麼馬上就答應這麼爽快 然後他上去上台以後 介紹我的時候他就講了說 他感謝我這麼爽快答應 他也意外 我說我今天之所以來 是因為我要感謝我的同學 我這同學三年高中 我42名 每一次他都43 沒有一次超越我 很好 還好有他 很好 還好 兩個人不離不棄到這種地步 他也從來沒有想要超越我 我怎麼可以不感謝他呢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報恩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重點是 他現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總經理 他佔有很多的股份 很有錢 然後現在已經讀到博士 也在大學兼課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人生過得很 很怎麼講 就是說很紮實 也很快樂 也很豐富 可是我覺得他並不 他家也不是那種小孩子要 父母親要逼 要打的 我覺得就是說 就是說你自己選擇的一條路 然後快快樂樂的走 其實還蠻不錯的 這樣的人生 例如像安妮這樣子 鼓勵小孩 我覺得很棒 他在鼓勵小孩說 媽媽不能替你知道 念設計有什麼出路 你就不是假老的時候跟他說 我告訴你什麼設計就比 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不懂 其實他在選高職的時候 選學校的時候 也是他自己找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考慮過 就是說公立的還是私立的 還有私立還有復興美工 還有很多的職校 所以但重點就是他自己 就是我們鼓勵他自己上網去看 每個學校念哪些科目 比如說他有修什麼設計圖學 這個是必修 可是每個學校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專長 有的業界老師比較強 對 有的可能是擅長在建築 有的是室內設計 每個學校的強項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鼓勵他 就是自己多去看 所以我們在討論對岸大學的時候 他也去看了比如說像杭州美院 可是我們後來就發現 杭州美院他可能很難 因為他競爭非常激烈 於是我們就有很多的方向去討論 我覺得當時有一個比較大問題 像現在我回過頭去看說 我爸爸當年強迫我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父親講的並沒有錯 就是說他認為在出國留學 五年比較快 念台北商專版英文高號 然後出去之後留學 然後我爸那時候建議我 如果喜歡文學 可以去念比較文學 可是你知道在當時的孩子 對我來講什麼是比較文學 根本就聽不懂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在 父親他把他的人生經驗 放在我身上 可是對我其實並不適用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挫折 或所有的選擇 你必須要自己去經歷 也就是說 他的人生不能成之為我的人生 所以我後來覺得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方向 可能是比較難的 或者是我爸爸 就他當時來看 走文學的路線 他覺得就業比較難 要成就比較難 可是問題是 這個是我的人生 難不難必須由我自己去決定 還有一點就是說 像當年的父親 他怎麼能夠看到 原來文字可以當部落客 可以當網紅 那個職業是他根本連想像 都想像不到的 對他又不是先知 爸爸還在嗎 我爸爸還在 我爸80幾的 告訴他 你知道嗎 現在我因為我的部落格的文字 我可以帶他去 比如說可能某個飯店 請我去度假 然後我爸他過生日 全程人家招待 我爸他都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當年他就會覺得 你念中文系 你到底要幹嘛 你將來陳作家 一個就像能有幾個許昌德 因為對方如果不招待 陳漢儀就會寫文章 他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文字能夠怎麼樣求生存 所以我覺得時代在改變 就像未來很多職業 其實是我們沒辦法想像 進廣告前 可以請教一下鄧醫師嗎 那你現在有自己打針嗎 說真的 說真的必要的時候 家人之間是可以互相幫忙 可是當然我覺得重要的是 剛剛講的 不是把自己的經驗 去套在小孩身上 而是把你自己 怎麼樣找到你適合自己 那個方法是可以交上來的 而且我爸後來講一句 很有趣的話 他說其實這輩子 他說如果你是醫生 他說我啦 他說如果你是醫生 你就是一個寫文章的醫生 如果你是個旅行者 你就是個寫文字的旅行者 你是個老師 你就是個寫文章的老師 我爸說他後來看清楚一件事 就是小孩子想做什麼事 你無論把他放在哪條路上 他還是會總比他自己 我也是有同感 那你如果是電機博士 你會是寫文章的電機博士 父母有時候遇到教養的困難的時候 也不是說想不想做而已 那有時候小孩子因為他天生氣質不同 所以你用同樣的方式 天生氣質 對 天生個性不同 例如說假設我們面對 他們家有其他的小孩 有 他有兩個姊姊 他是老樣 那也許他父母教養兩個姊姊 你看也許沒有出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不能把這種事情 完全就說是前端 或者說家庭一定有什麼狀況 那我覺得從這裡去推測說 父親是不是只有給錢啊什麼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 有根據 對 那我覺得大部分問題是說 當小孩子的個性 跟爸媽熟悉的不一樣 比方說如果你今天 假設在學校偷一個東西回來 也許最早的偷切 從學校偷同學的東西回來 那以前傳統的爸媽就是知道說 小時候不教大時候變賊 對不對 所以一定跟你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 拿誰的 然後就給你很嚴厲的懲罰 對不對 然後很多幫忙就會說 不可以吃飯 站在那裡站到你招工為止 那假設小孩子說 我其實是拿誰的 以前的爸爸會帶著你去學校 跟那個人道歉鞠躬 然後讓你有這個壓力 知道說這件事情很嚴重 可是後來就 一般就覺得這樣教養 不見得適合所有的小孩 因為這可能會造成 所謂以暴自暴的感覺 那小孩子以後他壓抑在心裡 覺得跟父親的權威關係不好 他以後面對人動不動就是出手 然後強勢或者說要霸凌 所以現在就會修正成說 那你要給他理解 那這個其實就難了 大家就覺得理解什麼 理解就是說 你為什麼拿高大哥的筆 因為他的筆很漂亮 我們家沒有辦法買筆 好我了解了 都是爸爸不好 爸爸再認真一點賺錢 很多父母可能就變這樣 責任又變成爸爸的 然後所以我就說為什麼 面對小孩子的那個攻擊性 是最難教的部分 其實你必須要了解說 用你本來的方法 要阻止他這件事 你要看有沒有效果 例如說三個月五個月 這小孩還是在行為上有問題 那你想不出別的辦法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你就要去 尋求一些資源 我們現在其實社會上 有很多這樣子的資源 例如說有教養的輔導 教養不是輔導小孩 是爸媽來接受輔導 輔導看要怎麼一起討論 你現在處理小孩出了什麼問題 例如父母觀念不同步 然後父母投入的時間不均衡 所以小孩在內心裡面 也許其中一個人教的很多 可是另外一個人沒有同步 所以小孩子在父母的差距當中 會有很多複雜的 例如說我如果服從你的 假設我服從媽媽的教導 那爸爸都給我壞臉色看 那我服從媽媽 爸爸自以為我也是服從爸爸 所以他會連媽媽都不服從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是所謂家庭動力 其實講下去會有很多細節 我就大概跟大家看一下 它很難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要 試我們本來熟悉的方法 然後要不能鬆懈 對待小孩子的價值觀 然後小孩子通常會犯錯 並不是他覺得偷東西很好 而是他可能沒有辦法在其他的地方 學會有成就感或是滿足自己 他就用這種破壞性的方法 所以你不能只有阻斷 你要去治本的方法 是去瞭解小孩子缺乏了什麼 例如他是缺乏成就感 他是缺乏被重視的感覺 所以他用他走歪了 他用其他的方式去得到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父母要去關注 家庭去關注 如果關注不了 我真的覺得不要太苛責父母 因為今天換成我們在場任何一個人 如果要獨立面對這樣子的孩子 我們可能都會覺得很困難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要其他的介入 不聽好不好 對 支持 不好意思 那個支持 其實現在說到專業 我有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專業在面對這個東西的 實際狀況 例如說 像在做這種有問題的小孩 通常學校輔導師會第一個看到 那學校輔導師可能就會 如果有犯到犯罪 可能就進入像這個未成年 或是少年法庭 或是少年罪犯的處遇計畫裡面 那這裡面其實人力是不足的 因為這其實也牵涉到很多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社工 或你是一個專業的輔導老師 還是特別行為的 矯緻的精神科醫師 或是臨床心理師 第一個 如果說這個東西沒有系統化 然後通常接到的狀況是 你有你每天的業務非常忙 你幾點到幾點 可能每天幾點到幾點 要看什麼個案家庭都約好了 突然間有一個通知 夾一封E-mail 就說我們要召開什麼什麼 個案討論會 然後你要來 然後資料可能也不專業不全 然後你去 可能就坐在那邊 所有人像我們做一圈 討論這個小孩怎麼樣 然後他爸媽都不能支援 怎麼樣 然後講完了 然後就說 現在我們交給鄭社工來輔導 或鄭醫師你來輔導 因此真的去做這些事情的人 會覺得很無力 因為你沒有給我足夠的網絡 跟我可以施展的連結 例如說 學校必須要協助督促爸媽 讓他帶小孩 每週一次來做治療或是怎樣 這些目前其實全部都很勉強 然後經費也不足 所以很多人要不要接這個業務 其實是處於一種愛心 或者說服務的狀態 他沒有辦法真的被業務化 那這就是為什麼這些環節會很弱 其實這個剛才高大哥有說到 關於做好事 好事不能亂做 對 這個要謹慎 我覺得這其實裡面有一個很專業 就是司法上 或者說在精神醫學上面的專業 就是說這個人 他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你要把它安置到哪裡的時候 要去評估 不只是評估它可感化程度 而是評估說它會有什麼困難 那也就是說我們所學的 就我們在學這一類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被教的是 你要評估這個機構 承載它的能力有多少 就是因為它可能有很多混亂 那如果你隨便把它放進一個 承載能力不足的機構 一定會有可預見的拒絕發生 就是這個機構在承受不了 它問題的時候會有要 就是把它請出去 釋出的狀態 那這個對它會不會是 很大的刺激 那在它的可能 它的暴力反應上面會加強 這個其實是一個 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所以就像以前我們在 假設說在醫院跟醫院之間 在轉介精神病的病人的時候 其實這個了解是很重要 例如說某一個病房的 防護班人力很足 那它現在處於一個 會有很多身體暴力的時候 所以另外一個醫院 如果它的防護人力比較不足 或他們的流程 在這方面比較弱 那麼它就不能去承接 那這個承接 在一開始是要很負責任 你如果只覺得說 現在半夜沒有床 那我就把它接進來 有時候你後面可能就出很大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要帶到這一種儲域裡面 那我們如何知道 就是說它的狀況 這個單位有沒有承載力 那個單位有沒有承載力 所以這個其實每個單位 例如說假設專業的單位 假設是精神醫療的單位 自己會知道 那你說假設以美國來講 他們其實就連一些像情緒急患 或者是說人際關係有障礙的人 有一些特殊的人格問題 他們其實都有特別的病房 那病房可能就會有牽涉到 例如說保護的處置的規格要多高 那多少個人員對一個人 這個都是有不同的 那個怎麼講 防護等級不同的病房 因此如果要談安置的話 我們也要把這個概念 專業的概念方進來去評估 他可以到什麼樣的地方去安置 可是問題是現在選擇太少 我覺得內部法官 現在他承受的壓力是 如果要做一點好事的話 有多少機構 我們其實應該要去思考 怎麼增加這些機構 我們要去評估 孩子的問題有三種 孩子出問題的時候 其實18歲以前就可以發現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都是很大的成年人 然後我們都是看到 他們犯大錯以後 然後我們才去談這件事情 可是家裡面的爸爸 媽媽我覺得 不是只有這些事 我們怎麼樣去看 自己的小孩 有三個可以評估 第一個就是 我看他有沒有變成小大人 我不知道心姐有沒有 因為小時候媽媽 可能比較是關注在那個 妹妹身上 所以有一種小孩 他就會變成小大人 他就是親子化嘛 過度招手 第二種是小病人 就是一天到晚再生病 然後有一些小孩是 他如果沒有媽媽幫他 摳腸子 他是沒辦法大便的 那他有很多時候 不是只有生理的問題 他可能是心應性的問題 那再大一點 他可能就會不出門 或什麼之類的都會出來 第三種就是小惡魔嘛 那小惡魔就是會開始搗蛋 然後有的會偷竊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跟孩子 和父母親之間的相處是有關的 那我先講 其實我之前有一個 就是如果朋友來託我說 他們家有一些三四十歲 不出去工作的成年人 那有的時候我偶爾會去幫忙 所以我有去處理過幾次那種 就是在家裡面 大家剛剛講的這種啃老族啊 那他們可能有幾種狀況 我們最常看到 第一就是說 我們生小孩有時候 是生小孩已經破壞了 可是我們自己卻沒有發現 然後我遇到很多的父母是 已經到七八十歲了 他可能養小孩養了一輩子 已經把小孩養到四十歲了 他都沒有出去 然後爸爸媽媽就用 自己微博的退休金 或者是去做一些勞力 來養家裡面這個小孩 然後他們已經八十 覺得他們可能已經壽命不長 他們就開始擔心 如果他們過世了以後 家裡面這個小孩怎麼辦 這個時候才會跨出腳步 來去做處理 那我們去以後我就會發現 其實這些媽媽都 父母都很多藉口 比方說你就叫他出去工作 他就說他就不去啊 那不去你就不讓他去嘛 那他就說那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給他錢 他說可是我不給他錢 他會餓死啊 我說那你不要給他送飯 他如果肚子餓 他自己就會出去了 就是你跟這些爸媽在談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家庭裡面有很多的共謀 讓小孩留在家裡 第一爸爸媽媽會給他們錢 第二爸爸媽媽會幫他們送飯 然後第三爸爸媽媽 可是如果不給他錢 有時候他會打人 對啊 他會去偷 會去跟人家偷 可是我說實在一點 有的時候就是爸爸媽媽要 忍下心來 因為如果他 我不給他錢他就會打人 那就表示他生病了 因為用那個天然的概念來看 一個小孩他其實 如果在正常發展的狀況之下 他不會去打爸媽嘛 所以今天他如果出手打我 或是我們兩個之間有一些衝突 如果不是我先把他打得很慘 我是一輩子都一直很疼他 那我可能我真的要去思考說 我的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送專業去處理 所以有很多時候我們到家裡面去 我們在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勸爸媽把小孩送到醫院去 然後醫院的醫師就很兇 就會一直罵爸媽說 你早就應該把他帶來 怎麼現在才帶來 然後到最後這種狀況才能夠解決 主要是你有感受到我們台灣人的北部 一種權威感 應該是有啦 因為以前的事大人如果說 我覺得是應該是一代一代的那個學習 比如說像我的話 我們跟小孩子的相處模式 應該是學習爸爸媽媽 那爸爸媽媽可能跟跟我們的相處模式 可能就學他們爸爸媽媽嘛 但是我最好的一個狀態就是說 我的爸爸媽媽從不打我 我從小時候記憶中 我的爸爸媽媽是從不打我 我是沒有沒有一隻骨仔中心的 但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對我的兒女們 也是沒有一隻骨仔中心的 我也是不打他們 但是罵一定會的 一支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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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罵一定會 但是問題是我真的不打 所以我現在也當然就會要求小孩子 不打小孩子 我經常說 雖然我們的孩子不太吃 不太財政 這些財政就說很厲害 但是小孩子還畢竟在社會上 不是那種不打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小孩子真的很乖 並不是一定打出來的 是 當然 所以我們常常說 我說我不能打打 有時候人家會講說 你怎麼親在公公 甚至還有你偷偷問我女兒 你媽媽真的不怕你 我們真的 其實打是海洛因 海洛因吃下去就雖然有感覺 但是他埋下更嚴重的後果 打就是表面上你屈服了 是一下內心是很反抗 對對對 可能他有辦法翻盤的時候 就不得了 沒錯 那周老師家有一個朋友 兒子從小就只要 如果不聽話就被媽媽打罵 對對對 他這就是他小時候 他正說媽媽對他很寬意就對了 都會常來打 以前那個收小孩子 那收小孩子都不管是 吃到二十多歲了 還在打 就有動不動 只要說你不合乎 他的那個想法會怎麼樣 或是做的時候 還是說話不好的時候 都會去收小孩子 那到後來大概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娶媽 娶媽之後 但是他這個婆婆 他變婆婆了 婆婆是不會對這個媳婦 是不會去自己打 但是一定會唸 因為這個媳婦跟他們 他們是比較厲害 他們好像說有在 吃頭路的時候 比較厲害 比較有出國那種種 那這個媳婦是在我們普通 一般的公司 那但是就是作威大 那作威大的時候 就是常常有的沒有的 都大家會常常念 常常念東念西 做一念那個一念 念一念就就是唱念 但是也不會打 結果有一天 他們這個孫子 那種孫子 孫子來說在學校 可能是因為 說人家拿這個筆 就是同學的筆給他們 拿來 不敢說 那就是拖嘛 那就拜在學校 當然老師就是 已經給他發過 發過之後 又打電話跟媽媽說 說你這個小孩在學校 把同學打一筆 這也是要讓你知道 那他回家的時候 他小孩回家的時候 他就開始麻 就開始叫他 整個客廳 就開始打了一筆 那個鈴鐺 那個鈴鐺 但是他並沒有真正要打 他可能就是拿才打而已 他就跟他說 說你意思 好像說你做 不可以跟人家淘汰 不可以什麼 這個阿嬤就怕 就是我說那個媽媽 他就怕我來 我站在那邊看 說不要啦 他老師就已經 就已經發過了 在學校 就讓老師 不知道打不打 他說老師就發過了 那你回來跟他講講就好了 不要怕 阿嬤很怕那一筆 頂掉 怕他打 不要怕他打 頂掉 這樣不能打 那他可能就是在那個當下 我還在教孩子 你做手臂 不要磨 那他就回頭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小時候頭鞭 長大一點 小時候不教 這偷是一個很嚴重 阿嬤 做強盜 說到 可能是這樣 他這個打擊 那個婆婆就很不高興 就是覺得說 我說你兩句 你到阿孫的面前 你讓我站沒面子 站起來大小聲 換給我 打倒回來 結果他跟孩子說 在那裡打他的時候 那婆婆都會走在房間裡面 你看 都出來 抓他 那個小小小小 以前在打她的小小小 抓來 從對她的媳婦 不然把她摔下去 是一位媳婦 抓著 後來他唱 他唱到哪裡 抓起來 就開始 她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幫我打 她說 那個小小 你把那個頂端那麼大 對 你要把他摔 你打我的孫子 我就打你 就開始就要摔 整間都要摔什麼 就後來這個媳婦 就開始跟這個打雞說 我長處不需要跟你打 我也不需要認你做老 做打雞就對了 就這樣子 但他兒子就在想爸爸 就叫他回來了 兒子站在旁邊 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後來就沒有辦法 媳婦一定要摔 他們就這樣子搬出去了 要摔出去的時候 把他手抓 說我以後不要求你 我也不要跟你們家人 有任何的交際 交接就對了 不再閃連 就不再閃連 出去以後 後來這個兒子 他就變成 他四年多多 都是這個兒子回家的 媳婦真的都不回家 也不可以打電話 什麼都沒有就對了 這兒子是不做他們家的媳婦 後來他們兒子去南非出差 出差就要到南非去 結果媳婦他們整個都判掉 連兒子也移民過去 連那個孫子也移民過去 結果兒子在那個地方 心肌梗塞 沒去 你知道 媳婦連通知 都沒有通知他們家人 就這樣子 在那個地方給他 因為在那裡 可能就是南非開玩 他兒子 他做媳婦的人 他做母的人 有這個關係 就全部把他戳 他都 家裡的人都不知道 家裡的人跟他們兒子聯絡 只有一個電話跟一個傳真 電話也不接 傳真也 電話都跳到傳真 都沒有人知道 後來這個 大家煩惱 沒多久 換這個老的世紀 媳婦也都沒回來 其實孩子受夠了 越來越大 他的知識可能都剩於父母 都超過 可是父母親 常常要用他的權威 來教訓小孩 對 這樣 所以其實中間會有衝突 對 有時候是不堅決 父母的權威 碰到小孩子講的 又是真的 可是面子又拉不下來 怎麼辦呢 老婆 你說這樣不對 你們別有說嗎 我不說這樣 該到線還是要道歉 說不對 現在的老人 沒辦法拉不下 那個面子來道歉 叫我給你 給你 怎麼可能 對啊 黃醫師 權威跟是非 你是怎麼看的 我覺得就是權威 就是要經得起挑戰 所以如果真正想要追求權威也很好 但是想要追求權威的前提 應該是要經得起挑戰 所以你來挑戰我一次 挑戰兩次都不倒的 那我才是真正的 可以說是權威嘛 那這樣的權威也不需要去用壓迫別人的方式來維持 這樣關係 其實可能也不見得會差 因為他就是構權威 但是其實我覺得問題在於權威可能是複製的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那個劉軒 他雖然說他也不要成為像他他爸爸那樣子的父親 也不要成為他爸爸那樣 他爸爸怎麼樣呢 就是告訴他說 這個男子漢工作就是要六親不認 所以他在家裡寫作的時候 全家要很安靜 他爸爸如果開始要工作的時候 他的鋼琴蓋就趕快蓋上去 在家裡然後捏手捏腳的走路 那他說活著這樣子在家是不舒適的 對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說不要變成他爸爸那樣子的父親的時候 其實他現在對他的小孩也不自覺的是了 變成說他太太叫他說 我們煮那個點心一起來跟小孩子吃吧 他就吼他太太說 沒看到我在忙嗎 意思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你明明討厭 可是你又複製了權威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人生的過程中 你大部分都會跟成功者學習 劉翁先生對於他的兒子劉軒一定是成功者 所以為什麼婆媳關係很難破解 是因為其實很多程度上 婆婆對媳婦來說就是一個成功者 所以你不自覺會複製他的模式 雖然不喜歡 可是因為你想要追求成功 對 那像我的話我跟我小孩子相處 有一天我小孩子因為我這個暑假 就是我們也沒沒什麼目標 但是我說每天要做數學跟彈鋼琴 我沒有什麼要求 就這兩個要做到 然後結果後來我小孩子就來跟我講說 媽媽我不是你生的嗎 我怎麼跟你不一樣呢 你不是很會做數學嗎 可是我就是不會啊 然後我這時候就很震驚 但是我也覺得 對 我就跟我小孩子說 對 你說的有道理 可是你確實是媽媽生的 可是你不一定要跟媽媽一樣 所以我後來覺得所謂的權威是追求自己的 就是說我們的品格 我們的是非 可是不代表說我要權威道 要求別人跟我過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才是正確的 這個如果有人在看電視 特別是長輩 其實跟晚輩道歉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 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然後會可以化解很多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道歉 就是可以讓晚輩去學習一件事情 叫做寬恕 因為其實如果長輩完全都沒有錯 那他會讓晚輩有一種感覺是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放過別人 或放過我自己 其實我對很多事情的要求 我也應該要有那種絕對權威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道歉這個行為 其實很難 但是你讓晚輩學習到的是 其實長輩不是完美的 長輩是有疏失的 但是當我們願意承認 這個疏失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心理上晚輩在心理上會學習到說 原來我們在這個寬恕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愛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道歉 其實背後是有一個很深的根基 是愛的一種連結感 就不會讓人家每一次覺得說 你在告訴我這些東西 只是一個權威的 就是一個讓人打壓 而是一種愛的關懷在那個背後 對 如果是長輩 你就說 對 我今天查了資料 上網一下 他發現你講的是對的 跟你抱歉 但晚輩會覺得 你這長輩了不起耶 對啊 因為晚輩要 長輩要跟晚輩低頭 真的不容易 有些人他會用示好的方式 呼呼的東西也沒問題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